在众多见儿中 全红蝉无疑是那颗最为耀眼的星辰 全红蝉近日访港 不仅在跳水池内光芒四射 更在社交场合大放异彩 霍启刚 李家超等港圈权贵纷纷对他青睐有加 这位年纪轻轻的跳水天才究竟有何魔力 引得商界大佬们纷纷排队合影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代 明星运动员如同璀璨的星辰 闪耀在我们的视野中 吸引着无数目光 而全红蝉正是那颗最耀眼的星星 仿佛一阵清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 它的到来犹如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温暖而又充满希望 瞬间点燃了无数粉丝的热情与期待 最近 全红蝉在香港领奖 成为国家体育队的运动员来香港了 这群运动渐江里 全红蝉就像最闪亮的明星 在机场等待登机的时候 全红蝉看起来有点累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镜头对准他时 他不停地打哈欠 粉丝们都心疼得不行 了全程瞩目的焦点 想象一下 酒店门口挤满了粉丝 各个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仿佛在等待着一场盛大的狂欢 无论是香港特首李家超 还是那些可爱的小朋友 人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简直是全程热恋的节奏 小朋友们甚至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 只为能在第一时间 见到这位跳水界的小天使 训练一定很苦吧 李家超一脸关切地问道 仿佛在询问一位亲密的朋友 全红蝉微微一笑 回答道 确实很辛苦 但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 这句话就像一股暖流 瞬间融化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他的真诚与坚韧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 在逆境中拼搏的英雄 全红蝉的回答 不仅展现了他的坚韧不拔 也让人感受到他对跳水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在与霍启刚的互动中 全红蝉的幽默感展露无遗 霍启刚对他竖起大拇指 仿佛在说 你真是太棒了 而全红蝉则一脸腼腆 像个刚被表扬的小学生 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这样的场景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仿佛看到了青春的无限可能 他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 照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房 在采访中 有记者问他对香港年轻运动员的寄语 全红蝉的回答让人忍不住想象 有梦就去追 不要害怕失败 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 埋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 等待着发芽 他的鼓励犹如一阵春风 吹散了年轻人心中的阴霾 全红蝉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 追逐梦想的路上 失败不可怕 重要的是要勇敢站起来 继续前行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年仅14岁的全红蝉 以其出色的表现 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焦点 人们惊叹于他在跳水项目中 几乎没有水花入水的完美技巧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他展现出的稳定心理和高超技艺 引发了对运动员训练 与心理素质的广泛讨论 如何在如此年轻的年纪 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这不仅是全红蝉个人奋斗的结果 更是整个体育教育系统 家庭支持以及社会期待的结合 以下将探讨全红蝉的成功秘密 他背后的艰辛 以及公众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反思 全红蝉在欢迎会上 与香港特区行政常官李家超的对话 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李家超不仅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喜爱 还提到 我太太特别喜欢看你们跳水 这个简单却真诚的表达 瞬间拉近了体育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全红蝉的成功不仅是其个人的努力 更是家庭 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时代 运动的魅力在于 它能够让我们找到共同的兴趣与话题 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全红蝉在比赛中的表现让人叹为观止 他的每一次入水几乎没有水花 仿佛在空中翩翩起舞 展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优雅与自信 根据国际泳联的数据显示 跳水项目中水花的尺寸直接影响到评委的评分 在东京奥运会上 全红蝉的入水水花几乎为零 得到了满分的高评价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 更是对整个跳水项目技术的认可 李家超在欢迎会上问他 零水花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问题不仅展示了对其技巧的认可 也引发了对于跳水运动中技术与心理素质的思考 全红蝉在赛场上的表现背后 是他数不清的训练与付出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小就投入到跳水训练中 每天要面对长达数小时的艰苦训练 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心理素质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不断自我挑战所取得的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尤其是在高强度训练与比赛的运动员中 全红蝉的经历让人们不得不思考 如何在追求卓越地保持心理的健康与平衡 在欢迎会上 李家超提到观看巴黎奥运会的激动心情 仿佛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的时刻 运动不仅是个人的竞技 更是团结与激情的象征 它能跨越地狱的界限 凝聚每一个人的心 在全红蝉夺得金牌的瞬间 国人共同享受着那份酣畅淋漓的快乐 这种情感让人感同身受 也唤起了对运动员背后辛苦努力的尊重 全红蝉的成功和公众对他的期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 我们在为他的成就而欢呼时 是否也应关注他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所承受的压力 他的每一次比赛都如同一场巨大的心理考验 既要面对强敌的挑战 更要承受来自社会的期望 这样的双重压力是否会让人感到窒息 在探讨运动员成功地更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在这场盛大的欢迎会上 除了全红蝉 其他奥运健儿的到来也使得整个活动格外热烈 他们不仅代表个人的努力与奋斗 更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与希望 作为观众 我们在为他们欢呼的是否也能深思体育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诠释着追求卓越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又反过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全红蝉的故事给予了我们许多反思的空间 它的成功是对个人努力的最好证明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家庭、社会和国家对年轻运动员的支持与呵护 未来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运动员能够在保持竞技状态的 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 那么是什么让全红蝉如此受欢迎呢 或许是他那份简单纯粹、毫无做作的个性 他就像一杯清茶、清新自然、令人心旷神怡 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引发一阵热潮 仿佛他的存在就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全红蝉的受欢迎程度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运动成绩 更因为他那份真实的个性和对生活的热爱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 全红蝉用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赢得了大家的心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心中有梦、勇敢追逐 就一定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他的经历仿佛是一部励志电影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 追求自己的理想 全红蝉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努力与坚持 他在训练场上挥洒的汗水 都是他梦想的积累 每一次跳水 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与超越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成功没有捷径 唯有坚持与努力才能开花结果 在全红蝉身上 我们看到了青春的力量与希望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历程 更是每一个追梦人的缩影 无论是在何种领域 只要我们勇敢追梦 努力拼搏 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我们下车的力量与坚持